是领先这个山湖岸是0.6 来看一下沃兰的杨纳 杨纳是后团两周出厂 现在完成一个质地空翻转的720度 像这样的这个分腿跳180 一定要要求有一个纵向劈腿的过程 否则就变为一个约翰逊跳 像这种空翻的连接没有连接价值 它主要是满足一个变迈 我们已经多次给大家介绍 SChat马上这个PT到达360度 这个重心虽然不稳 但是难度还是比较高 摩岛动作难度是很重要 现在摩岛动作不是一点 是一套动作的这个 得分的一个来源之一了 而且有的高水运动员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了 现在要求三个舞蹈动作 五个技巧 空翻技巧动作